根据昨天公布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 明年4月起能不能享有燃油津贴 取决于您是否驾驶排量1500cc以下的车子 但是有的国人不买单 认为也有部分豪华轿车也是低于1500cc以下的 届时受贿的恐怕不只是真正有需要的国人 那对这项争议 财政部部长林婉宁今天进一步解释 政府考虑扩大燃油津贴的受贿群 虽然细节还未明朗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豪华轿车的车主肯定不在受贿行列当中 昨天在国会提成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 提出新的燃油津贴机制 政府将会拨款20亿令吉 预计400万名车主受贿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政府将会扩大受贿群 但是豪华轿车的车主排除在外 除了燃油津贴 独钟也是这份财案的亮点 马华亚裔弹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魏家祥在列书指 华裔中小型企业成了沧海遗珠 并推测1200万令吉的独钟拨款 恐怕只有60所独钟受贿 另外两所独钟可能被遗漏 林冠英对此反抢魏家祥 另外 针对外界对于行政开销增加的质疑 林冠英解释 这是因为政府必须退还被前朝政府滥用的消费税和所得税 涉及数额为370亿令吉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